哈喽大家好,我是Inset,对今天的影片呢也是个案啦 然后简单来讲呢,就是有一位算是Auntie吧 然后呢简单来讲,她的故事性历程就是 她是一个非常有善心的一位Auntie 然后她自己呢也呈养了很多的狗狗毛毛 然后一直都会放不下这些狗狗妈妈 因为都会生老兵死嘛 然后还有一段的故事就是讲说 她的狗狗妈妈咬了她的有通灵能力的朋友 然后自己有时候很多的放不下之类的吧 我觉得我这边讲,也不要讲太多也不要剧透太多吧 然后等下呢,大家就直接看故事吧 直接进入故事吧,就这个 OK,可以先讲一讲你的故事吗 我就很喜欢宠物,养了很多宠物 七只八只跟我一起住 然后本来是一堆的,然后就变成 慢慢变成七只八只 那个后来爱心泛浪的 就慢慢又养养很多那些流浪狗流 然后毛,养到不知道应该是七十只八十只 每天都去喂这样 所以那些狗那些猫啊,死掉了啊 我都很伤心哦 一直死我就会哭一年这样 手死了这样多只,应该是哭很多年 我的朋友留言扬言的嘛 我的朋友说,我的身上很多负能量的 他说,他哭很多那些狗啊,那些猫 上次来找我哦 那个狗不喜欢我的朋友靠近我的 等下他回去酒店的时候哦 他打爆他的眼睛 连他的牙齿也去弄 就是他的灵魂咬你的朋友 啊 我好生气哦 那个狗不喜欢我的朋友接近我的哦 但是没有阴阳眼的哦 OK啦,有阴阳眼的时候 人他不喜欢的哦 可以跟我讲这些东西我狗不喜欢哦 因为简单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 因为有阴阳眼或者有天然的人啊 跟他们的频率是可以对到 好像普通人的话跟他们的频率对不到 所以他们也不能怎样 我是这样理解 为什么还不行,我是很接近哦 因为要保护你哦 我不懂啊,我很伤心哦 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哦 我从两宠物到现在应该有 羊流浪过宠物啊 到这边十年哦 十年来会伤心是不是很乖这样 好像我有做功德 我有跟他们讲话 没有了,我也不知道去那里找 我就是跟他们讲话咯 有时候会跟他们讲话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 听到不听到 我会跟他们讲话咯 你有跟我分享过你之前是有 你有去过那些圣堂去做 去做进化是吗 教堂 教堂做进化,然后怎样啊 然后我不是在那边 还不用练经的,他们在那边唱诗歌 就在那边好像神经兵在那边跳 好像现在开始这样哦 等一下就很夸张了哦 这是能量部 然后牧,那个牧师说这个是磨来的 他说你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 可是每次都是这样都不能出去 好大致上就是这位姐姐呢 就是比较慈悲啦 然后养了很多的狗狗猫猫啊 这些流浪的鸟啊 流浪的狗猫啊等等非常多啦 然后可能这位姐姐呢 他也比较有善心 然后这些离开了他也比较舍不得 所以既然大家会是一去世 可能他就会很放不下 然后一直哭哦 当着都是自己的情人嘛 我也不想他们离开我 我还想跟他们在一起 有时候我会和妈妈家 我死掉最好 我死掉我就可以看到他们了 每次这样跟我妈妈家还是这样 我要去做尼姑 不懂为什么我有这样的念头 不用啦 哈哈 其实你这样子的想法也不是很好啦 也希望他们去更加好的地方啦 他们离开了就离开了 不要那么执着 因为主要的你也是要帮他们去超度 帮他们回向 其实有用的就是不大 是因为呢超度了他们 因为他们有跟你有连接的嘛 所以最重要是要 你也是要被超度 你的思想也是要被超度 你有没有意思吗 嗯 因为你一直放不下嘛 然后自然而然他们也放不下 所以也没有用 所以呢 接下来可能等下我会帮你做 我会帮你的生意 那个能量 不能量给进化掉 也会把他们给超度 可是最主要还是你要放下咯 所以放下的话他们可以走得更远 然后有缘的话 你也是会遇到他们的 在不同的国度 其实现在他们都在你的前面 在你聊天 看着你 其实你可以跟他们聊天还是什么 我不懂啦 你可以闭着眼跟他们聊 你看你身体刚才一直波动 现在没有波动 就是因为他们也在明白你在想什么 所以现在你可以闭着眼睛 跟他们聊 他们都听得到了 他们都在你跟他们聊 他们是让我想什么的吗 可是可以 可能就是一个告别事吧 一个告别是你的 如果我还有机会投胎 在见到他们 就见他们全部投胎 跟我在一起咯 不要执着啦 毕竟他们是出生道嘛 我还是建议他们去往人道去修行更好 不要执着于出生道啦 下意识咯 下意识他们做人 全部跟我在一起咯 一些看缘分吧 可以吗 好了 现在跟他们聊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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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有几尊在你的身上 不懂有没有发现啊 嗯 嗯 在你的身上 然后这边 嗯 是他们爬上你的身体 跟你互动 够啊 对 有吗 有感觉吗 没有感觉有没有发现 自己吃 蛮多吃啊 蛮多吃啊 可是 我这样小 他们灵魂是没有 没有重量 没有什么的 你看你身体 也给你回馈 嗯 你身体也给你回馈了 你看 我是从里面 里面出来的 你看 你的身体会越越多动了 来 下来 给妈妈反应 多多反应 给妈妈多多反应 给妈妈多多反应 你看他们给你反应 做得生气 嗯 这些不是磨碍的 是他们人 还有你自己的朋友 我跟他们说 等我死了 我叫妈好好休息 去那边我死了再见 嗯 他们会 去更加好的地方 你放心 你要 活得像你自己啦 不要这么执着 所以他们现在很开心啊 身体还不舒服 但像前一天都不舒服 今天是不是很身体很温温 很舒服舒服 这样的感觉 感觉到很 好像很peace 很平和啦 因为前一天你是那种 比较不舒服的 又发烧 嗯对啊 因为时间到了 好吧 我现在帮你 帮你打卡吗 跟帮你弄 因为主要的 是你要被超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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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 State 好 好 好 你这些负能量哦 形成一个 一股灵啦 怎么样 тому 然后占据你的身体 所以你要放下啦 不要那么负能量 有比较好吗 现在这个是你身体的 能量 就是负能量啦 所以呢 这次我希望说 我不只帮他们超度 我也希望可以帮你超度 就是因为你 也不能根根于怀啦 对你也不是很好 对他们也不好 如果他们想去更远的地方 他们对你也舍不得 他们跟你说啦 他们也会舍不得你啦 所以这次我带他们走 那你也要被超度啊 他们也是善良的小孩子 他们当你是妈妈 是啊 我每次他们叫我是妈妈 对啊 他们叫你妈妈 才会讲人话 一试沟通没有语言障碍的嘛 只有我们人类才有语言 他们是没有语言的嘛 他们没有语言障碍 他们叫你叫妈妈 还捞你的手啊 捞你的脚啊 是有一个很喜欢咬你的手的 对 那个我给你看到那边咬我的 对啊 他不会咬的他就是咬我的 对啊 咬你的手啊 可是不同意没有语啦 可是我看到他咬你的手啦 我最喜欢那只 叫你不要执着啦 你喜欢是喜欢啊 但是你要放下啊 你喜欢是喜欢啊 你要过好你的生活啊 你这样一直想要去 对你生活也不好啊 现在我就把他们给庆祝 把他们送去地藏皇那边 你就在心里默念三次的 南摩大愿地藏皇菩萨 念三次 南摩大愿地藏皇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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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缘分永远都在 好不好 不会断的 会断的啦 好好哭 哭完就 OK了 哭完就要放下了 那个心里的黑黑的能量也没有了 可是你不要以前负能量啦 要考顾自己 因为最强的神佛就在这些体内嘛 你不照顾你自己谁会照顾你啊 他们还跟你讲谢谢你 谢谢你照顾他们 我很不质 不要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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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没有怪你 只是你自己怪自己 做人就是这样矛盾 你看狗都是一个很中心的 他们都知道你是谁 你是妈妈 看到你回来就很开心 你出去他们就不开心 虽然嘛狗是很中心的嘛 然后他们只会在乎 我有没有做错 他们狗自己啦 他们都不会怪你的啊 你是他们很坏 但是我有打过他们的 正常啦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做错啊 你坏蛋打是对的嘛 不坏蛋你不打才错啊 所以OK的啊 OK 我现在都不敢养充物了 我感觉都 你想做什么东西 你进去做咯 可能下一次就结扎咯 有结扎咯 有结扎咯 很多了 结扎咯 全部都结扎 要结扎咯 这样也对他们好嘛 也不可能给他们乱伸嘛 好啦 OK 先来一个结尾 其实呢好像影片我有讲到说 不止他们这些狗狗妈妈需要被超度 连他的主人家都被超度的意思呢 可能很多人以为就是 哦 这位伯母也是要被超度 然后离开这个地方 不是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简单来讲呢 这个超度意思就是说 当这些狗狗妈妈 他们要学会放下 至于你这位主人家呢 主人翁呢 也是要学会放下 因为他们狗狗才能甘愿的去得更远 然后就好像我们人生中这样 我们放下我们才能走得更远 可能 everything啦 什么东西都是这样的 有时候我们释怀 或者我们悲伤 我们把这个悲伤 放在我们心中 把这些不好的心态放在久 或者这些伤心的心态放在心太久 其实 也 永远不会成长 就一直把这个 石头放在心而已 就永远不会成长 然后所以呢 everything 好像众生也好 人也好 我们就讲一些人吧 他们一直怀恨在心 我要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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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一些意识体也是一样 我要报仇 我要报仇 他们反而就一直 待在眼底 我等下报仇 他们不会进步 不如你们学会放下 你们就可以走得更远 我值得超度呢 值得这个意思啦 OK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 可以在这支影片呢 学到不少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个案影片呢 也做得非常的辛苦 非常容易中黄标 哈哈哈 所以也希望你们可能 support我一点咖啡钱 之类的啦 然后也记得订阅、赞、分享 还有接下来小铃铛 OK 这支个案影片呢 就到这里了啦 拜拜 南无大愿地藏龙菩萨 这 Phew 好 我 spicy the 里面